比賽終結場上一陣花鍋 南山高中最終以67比64 逆轉擊敗勇人高中 挺進冠軍戰 教練球員都相當的興奮 認為這場勝利來自彼此的信任 我們小朋友很聽話 因為我們從防守做起 雖然我們上班場輸了10分 但是我一直告訴我們小朋友 要相信自己 相信隊友 相信我們這個團隊 才有辦法贏得最後的勝利 很開心啊 然後就是大家就可以進冠軍賽 很興奮啊 然後就大家都很團結這樣 我隊友的隊友都很有興趣 雍仁高中當家前鋒吳瑋儒 在第二節尾聲陷入犯規麻煩 第三節雙方陷入拉鋸 南山高中急起直追 只差一分落後 決勝第四節南山一開賽 就放進兩分超前一分 兩隊開始互有領先 直到最後一分鐘 南山前鋒李迎齊 投出關鍵三分球 鎖定勝局逆轉勝 很開心啊 就是相信團隊 就是很開心 我們下來的時候 教練都會勾著我們的肩這樣 然後就是收好球再來這樣 就是鼓勵我們這樣 106學年度HBL高中籃球聯賽 女子組四強賽 首戰南山對勇人就上演逆轉勝戲碼 南山扛住首階一度落後兩位數字的劣勢 最終以67比64逆轉勝去年亞軍的勇人高中 回為18年這場決賽 原始新聞穆拉斯 徐佳榮 台北市策本報導